小姐 祝你和大少爷百年好孩 恩爱永远 辛苦你了 谢谢 大哥 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 晚宴我们就不等你了 人杰在帮你招呼宾客呢 好 让你们费心了 大哥 今天来了好多人 都为你高兴 替我谢谢大家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对不起 因为我身体不好 大夫说我不能够受风 所以这里的窗户都是关着的 是不是房间里的气味让你不舒服了 你不必要是在这儿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客房 等一下 等兵和我们都散去之后 我会让明姐姐带你去的 我说的明姐 就是刚才和喜娘一起送你进来的那一位 她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表亲 我和人姐一般呢 都叫她明知 不过你平时可以称呼她明姐 你不间断地咳嗽 发低热 倒汗 还有红身无力 这些情况有多久了 你懂医啊 不懂 那你 是你这屋子里的药味 黄奇 单身 摆布这些 还有你的神色 跟我娘一样 跟你母亲 故事了 对不起 我我不是说你的情况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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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实情 三小姐 你现在应该知道我的状况了吧 我的来日不多吧 你身体不好 我听说了 那你还愿意嫁过来 这是承诺 高家对罗家的承诺 实在是太耽误你了 不 这样好 只要两家都好 就好了 你真的很善良 如果再让你选择 你会选坐在这里吗 我还会坐在这儿 陪你说话 你就不愿你爹 和高夫人哪 不愿 我这么做 我爹 我娘 他们都能安息 我又没有说过 你很善良 你至少说过五回了 那我们肯定 已经说过好多话了 肯定说过好多了 从你出生到现在 我基本上 都弄明白了 好 从明天开始 该换我说说 我的故事给你听了 也不能亏待你啊 你笑什么 爹说 你勤奋好学 温文有礼 说 你会善待我 好 原来高老爷怎么都看了 我希望 不会辜负他的托付 我听说 你和高家的直少爷 情投意合 我看见你 你怎么说是真的了 你能忘了多少人吗 我会做好刘家的媳妇 可是 我不会 也不能忘了好人 这辈子不会 下辈子也不会 芈月 我会妒忌她的 我会妒忌她 你不必住在这里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客房 等一下 等兵科们都散去之后 我会让林姐姐带你去的 我听说 你和高家的直少爷 清风一合 是真的了 月光如渡水 凝成相似的眼泪 月亮 随风如雾 夜 我哭我笑我只走 早 对不起 我在这儿睡着了 东西掉了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我这病就是这样的 看说看了一半 快一来了 就倒下不行了 没关系的 我娘以前也这样 大夫说这种病 这种病啊 就是气虚气弱 稍一疲劳 体力就不支了 你精神挺好的 昨天你说了很多话 而且你胃口也好 这些对你的病都有好处 这么算起来 我们也是勉强一夜同房啊 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新婚之夜 你干什么呢 我 一般新媳妇都要早起 伺候宫婆姑叔的 我来看看明月 是不是要我带她过去 你来干什么呀 谁在外面说话呢 是明知吗 是明知吗 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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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啊 今天是不是要回门啊 还是别去了 你在家休息吧 那人家再替我一次 如果再不露面的话 人家真的以为 这个新浪官是人家呢 可是你在发热 你不能再受风寒了 我的身体状况我清楚 没问题的 明清的时候没有去 已经对你不住了 这个回门啊 一定得去 至少 要让高家的一些亲友 他们放心啊 他们一定很担心你的 我记得上一次 上你们高家的时候 还是我去英国读书之前的事情 算起来快八年了 回来之后一直都很忙 一年前害了病 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今天的心情还真是不错啊 有一点想去打亲啊 好 咱们走吧 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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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